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果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水沟边品种 这个是水沟边的 大家看一下 果是蛮大个的 也是紧凑型的 刚才我摘了一个果很大个 比储粮大 储粮最大个可能也有这么大 但是储粮基本都是偏小一点的 这个有16克 16克到17克之间 单果种 很大个的 我们储粮一般是12到13 可能重一点可能也就有15这样 这这个是16到17 当时我们上两周已经摘了一次 现在还剩一颗在这里 现在是8月3号还是4号嘛 它的果的话现在还是偏轻一点这里 应该还可以再大一点 应该差不多了 那里就还有三串 都是紧凑型的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比较紧凑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 大家看到没有 紧凑型的果看起来就是 果比较多嘛 那个杆比较少嘛 因为它很短嘛 大家看一下它很短的 很短的 要果气盘就在这里 要这里也是 它要果气盘到这里 所以它的那个枝条枝杆的 重量就没这么多 彭幕都是果的重量比较多 不像其他的那种散型的 那些枝条出来 就枝条就很长嘛 所以重量就算在那里 所以看起来这个就可能会 啊 啊 你卖果可能就是你占便宜的那种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紧凑型的 目前留的果也不是特别多 大家看一下 这个有 有三二十二十五粒这样 这个果串 这个应该十个这样 这个 摘了好几个了 这里有十五个这样 一个果串最多的话 有八十三粒 上一次我们摘了另外的 上一次忘记拍给大家看 那时候也是果这么大就摘了 这一次这个还是偏轻一点 还可以再大一点 啊 所以这个品种的话 现在是八月三号 四号这样 啊 应该还要再推迟一周能摘 或者十天这样 应该也是八月中旬这样 这个品种是八月中旬 水沟边 水沟边啊 成活力特别好 我们接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接的基本都是活的 还有恢复树形树冠是很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 我走远一点 大家看到没有 明年产量起码有三十斤 五十斤了 这一行过去都是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那颗更加茂盛了 相当于大家也看不出来是嫁接的吧 直接就是我们平常那种矮话矮说 它一长起来那种 恢复树形特别快 水沟边这个品种也是比较建议种的 你看到现在我们还没见 还没见有裂果 这个 没有裂果 没有裂果 我们这几年都在下雨 现在是8月3号4号 这8月7月7月31到8月4号这几天都在下雨 下雨啊 我昨天在储粮他们在那边摘储粮 有很多已经裂果了 我拍给大家看啊 今天我上传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个储粮裂果的那个 它的皮太薄了 而且它容易裂果啊 关节这几天都在下雨啊 它的那个膨胀速度没那个皮的膨胀速度 没有那个又那么快 所以又把它撑破了 它就会裂果 这个目前没发现有裂果这些新品种 这是这个水沟边呢 水沟边可能皮比较厚 目前还没见 我比较推荐这个水沟边呢 还是可以的 现在咱们尝一下这个果吧 我摘了一个 你看 不出来还是挺容易 离和离上面这个 在这个果柄这里 你看一波就带在这里了 它不是带在柚那里 那还是蛮ok的 大家看一下 是吧 又蛮厚的 大家看到没有 又是很厚的那个柚层 大家看一下 你看 是蛮厚的柚层的 那柚层你看 有我手指这么厚 有我小指 小拇指这个这么厚的柚层 大家看一下是吧 你看我翻过来对准一下 跟我小拇指这么厚的柚层 这平常是可以的 大家看一下 甜度一般是十九到二十一 它是有水分的 所以是你吃起来 生 生 生 脆 它还带有那种脆的声音 你嚼的时候 它是生脆带带甜的那种 像它你吃那个什么 沙葛 葛薯那种 然后再带有甜度 还是可以的 这个品种比较大个 吃了也不不是很腻 不是它不是腻的那种 它是很 相当于我们吃什么呢 我也说不出是相当于什么 反正就是跟储粮 储粮就是另外一种区别了 它是清 清甜的那种 目前就是这样吧 反正我比较推荐就是这个水沟边了 还是可以的 咱们就讲一下这个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苹果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